这是下午 这是从蒙哥机器拆下来的一个坏的微动开关 我们来测量一下 表置于封面档 测出它两边角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按这个封面器会响啊 也就是表示是直通的 那么现在按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那么接着我们就拆开来看一下 它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不通 然后在应急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把它修复使用呢 接着把它拆开 我们既然想应急的时候修复使用 所以说就不能够太暴力的把它弄开啊 我们先把这个给它切开 好的 我们用接到一撬 就把它撬开了 接着看一下内部的结构 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按键的手柄 加上下面有一个锅片 这个 道理很简单 肯定是这个锅片 以这两段的电机接触不良了 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可以看到啊 聚焦看一下 那么这个锅片下面都发黑了 严重氧化了 然后这些也都发黑啊 接着我们用放大镜啊 看一下 看了氧化之后的黑点了嘛 黑黑了一块啊 好的 接着我们把这个打磨一下啊 它应该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打磨后的效果啊 测试它的两个脚 非常灵敏啊 这下子 这就ok了 然后我们把手柄面盖装上 就ok了 这个撬的时候不要把它撬断了 然后给它刻回去就ok了 像这样子 现在已经修复了啊 弹性非常好 咱们再试一下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它两个脚 非常好用了啊 有的老铁可能要怼我了 一个按钮修它干嘛呢 我说的是应急维修 应急维修啊 现在这类的微速开关吧 有时候你恰恰它这个型号准备非常多 有时候你恰恰没有 或者是你在网上买 要几天才能到 或者是有些城镇你根本就买不到这种配件啊 作为有应急维修的话呢 还是非常好的 好的 喜欢电子技术老体 双加关注 我每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维修知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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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